在不少人的印象中,莆田鞋一度是山寨高仿的代名词。 然而,这一情况或许即将发生变化。 日前,由莆田市鞋业协会申报的莆田鞋业集体商标 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注册,有效期至2032年2月27日。 业界认为,这一商标的批准注册标志着莆田鞋业 从莆田制造向莆田创造转变。 记者看到,莆田鞋图形集体商标以一根鞋带为构图创意, 从左至右画出莆田拼音的首字母。 基本上是从很多款式当中去公开投票选出来的, 既体现了我们莆田鞋的这么一个特征,鞋子的特征, 也以莆田首字母PT,体现莆田地义性PT的这么一个构图。 莆田鞋相关注册商标所有权属于莆田市鞋业协会。 林勇所在的莆田名品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品牌运营。 他告诉记者,目前已授权16家莆田鞋企使用该集体商标, 而做集体商标的初衷正是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参与自主创牌。 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说这个集体商标下来之后, 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抱团发展的这么一个模式。 鞋子在这个创牌过程中,他们最缺的就是一个设计, 以及一个营销的这方面的人产。 怎么把这个集体商标赋能到我们的这些鞋子当中, 所以我们也是探索出了这么一个一加N的一个联合创牌, 以母商标带着他们鞋子的一个自主品牌, 然后赋能到他们的一个短板上面, 就是设计跟营销的这些短板, 然后共同地去在我们的鞋类的细分领域去打造一些具有高辨识度 以及高参与性的这么一个自主品牌。 莆田素有鞋城之称, 据统计,莆田鞋业现有生产企业4200多家, 从业人员50多万人, 2021年,莆田鞋产量达13.9亿双, 占全省三分之一, 全国十分之一, 完成厂值1311亿元人民币。 虽然,莆田又比较完整的鞋业链条, 但是当地绝大多数鞋企仍以出口代工为主, 缺乏自主品牌, 产品附加值不高。 0594蒲毛供应链基地是以莆田鞋业为核心的区域性中和供应链平台。 该基地专门从事鞋类设计、开发、生产、质量管理, 旨在打造一加N的生产制造体系。 在该基地负责人于国民看来, 要持续打造莆田鞋业品牌, 必须在原创设计、制鞋技术、品牌营销这三个方面下功夫。 我们有把莆田鞋做好, 而且做出品牌来, 并且做成一个公共品牌, 就在原创设计、制鞋技术、品牌营销的三个角度。 我们一定有一个顶层的设计,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全球的原创设计, 包括国内的原创设计, 导入到莆田来。 我们的孕妇感受到的, 买到的、消费到的, 是我们真正的原创的产品。 积极地融入全球制鞋技术的浪潮, 导入新材料、新技术。 第三个呢, 我觉得就是还有从我们的品牌营销的角度出发, 一个商标的这个推广, 推广到全国,推广到全球。 我觉得这个应该目前是我们莆田鞋下午要走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近年来, 莆田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全力推进鞋业创品牌提品质增品种, 支持鞋企在细分领域开发新品牌, 抢占目标市场。 采访中, 业内人士均表示, 莆田鞋业集体商标注册成功, 有助于协企同心协力, 做大做强, 共同打造莆田鞋这张新名片。 和我们的鞋业家, 和我们的这个生产商, 品牌商, 营销商, 我们能够聚合在一块, 能够形成属于莆田自己的, 自协业的高度的决定方案, 为我们莆田鞋业的品牌发展, 找到一个新的决定方案。 莆田鞋的集体商标, 它有自带的一个流量, 以及一个有政府的这么一个推广的力度, 我们再去用我们现有的这个设计的能力, 以及我们的一个营销的能力, 在赋能到我们协企之上, 引导支持之后, 也是需要那个协企能够发挥, 他们的一个主观的动性, 自身的去补足自己的短板, 这样子才能够走得更远。